会是纺织业吗 月龙集团旗下的台原纺织 竟然经报了优退优理方案 你可以看到 这个员工他们就已经爆出了这个消息 不过虽然说他们讲说 这个竹北会关场 但是这个台原纺织 他们自己是说 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不过现在也证实了 的确是有这项优退方案 尤其其实在3月底之前 针对这个生产线的员工 如果在3月31号前优退完毕 是可以发到6个月的薪水 虽然看起来是还不错 可是大家别忘了 其实在台原纺织的这些员工 很多是跟着严海泰时期 甚至他的父母时期 就在这里打拼的资深员工 所以现在大家就讲说 这个玉龙的起家点 都受到冲击了吗 是因为这波疫情吗 还是纺织业 一直以来就不好做呢 其实这个玉龙的起家点 就说是台原纺织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那时候是在民国40年的时候 玉龙的创办人吴顺文 还有盐庆龄就在竹北的买了一块地 一砖一瓦的是盖起了这个台原纺织 那时候这个领班盖这个厂房的人 甚至还没有宿舍可以住 只能住在这个炒茶叶厂的 小小阁楼上面 慢慢的把这个台原纺织做起来 一步一步做到 甚至当年在这外销金额 还超过了1亿美元 是这么的风光 可是大家也知道 近几年其实纺织业大家都说是 西洋产业已经不如从前了 尤其台原纺织 每一年的亏损金额是高达了3到4亿元 非常高的亏损 加上其实玉龙他们这个台原纺织 主要是做这个画面中 我们看到这个牛仔布 但大家知道 如果一块布要变成牛仔布 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其实就是燃整 在这个燃整的过程 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锅炉烧高温 把这布颜料弄进去之后 变成这个颜色上色 但是近年来这个环保意识崛起 所以大家说 这个我们今天还特别去问业者 他说在今年 最新消息在今年 未来这个烧锅炉的 要由煤炭变成天然气 等于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的成本就要多了超过5倍 那在你这个营收 没有成长的状况之下 成本又不断的跌高 现在在去年 很多纺织燃整厂 就已经关门了 所以这一波台原纺织 他们已经爆出了优退潮 大家更关心 这一波中国大陆疫情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 台湾整体的纺织业呢 我们整理了一张地图 您要看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纺织原料 所以一开始您可以看到 这个棉纺织 其实主要的基地 就是在河南 湖北 安徽 四川 还有重庆 大家看到关键字就是湖北 那在麻纺织的部分 湖南 湖北还有江西 又看到一个关键字 也是在湖北 尤其在湖北湖南这个地方 盛产的一种东西叫做筑麻 就是大家俗称的 这个中国的富贵丝 可以做成夏季的衣服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不管棉啊 麻 这种原料都是在 湖北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重镇 尤其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武汉这个地方 还有一所大学 它是叫做纺织大学 它主要就是在培育 这种纺织业的一些人才 所以在这种原料缺乏的状况之下 又遇上陆地的运输 可能有一些阻碍 会不会影响到台厂呢 我们今天就要先分析 这个洗的部分 其实台厂的纺织商 大多是聚集在这个长江山角洲 主要是把这个半成品 或是原料运到台湾来 从台湾再加工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管路朋友去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贸易战 尤其有一段时间大家讨论这个习产地的问题 就说中国大陆的原料到台湾加工出去变成MIT 这行吗 所以当时其实有寄出一个禁止 就是禁止这个进口大陆三类的纺织品 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有一波因应方案了 所以这一次的影响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 而且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这个人工节节高升 所以很多人其实厂区早就往了东南亚去了 可是大家别忘了 就算往东南亚去了 没有在台湾当地设厂 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厂区还是需要原料 所以现在原物料缺乏的状况之下 毕竟中国大陆它是占全球纺织 还有鞋类出口的三成到四成 比例是相当高的 也就是说当这些三四成的这些原料 没有办法出口 没有办法来的时候 你要从什么地方来补足呢 现在还不止纺织业 甚至连制鞋业都可能会断催 原因就是因为不止纺织 其实鞋子很多是纺织制品 包含塑胶 皮革等等 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大家就现在说了 工会库存只剩下两个月了 如果这两个月的库存全部用完了 他们现在打算从欧洲方面来进口 可是欧洲毕竟路途遥远 会不会增加货运的成本呢 过来之后 究竟这一批的品质能不能合格过关呢 也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就要关心了 未来我们脚上穿的这些运动鞋 包含Nike Adidas等等的这些运动鞋 究竟会不会有缺货的状况呢 Nike生产线上工人快速的放入布料 在用机器压模 Nike Adidas等鞋场 现在传出因为武汉肺炎 恐怕引发原物料的锻炼危机 比较需要考量的一个部分 是因为疫情后续 导致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 所谓的需求 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出现 比较明显的衰退 原来两大鞋场背后的代工供应链 像是保存风态 预期就占了中国大陆 制鞋产人一半以上很难不受冲击 很多工艺商也都在东南亚 一直有不同的合作的模式 所以我想只是比重上面 大概会有一些调整 保存强调生产基地 早就转移到越南等地 但原物料塑胶皮革 还是得跟中国大陆进口 台湾制鞋工业工会总干事赖起建就说 互存的原料最多只能撑两个月 但一样苦撑的还有纺织产业 新的一年 国泰宁安 空调雨顺 裕容董事长严陈丽莲 才刚刚带领员工团拜旗下的台原纺织 就发出优离优退的通告 甚至有员工向平面媒体爆料 珠杯厂可能会直接关场 产业面必须要有三种其中一个利基 第一个部分来讲要么就是规模够大 第二来讲可能是在产地的优势 就是离开中国 第三个来讲是在产品线 它可能具有比较特殊的利基 业界认为台原优离优退的公告是玉龙集团大改革的时点 公司也会发零点五个月的平均薪资给满一年的员工之外 只要在3月31号前办理还可以加发五个月的薪水 疫情冲击下恐怕还要供体时间 东森财经新闻张正安方扑翔的采访报道